雅各書第三章第一節 我們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 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很奇怪的是神賜了一個靈魂給我們 這個靈魂就是超越肉體的軟弱和下戰 我們有一個偉大的靈魂 但這個偉大的靈魂卻在我們內心中不斷呼喊 希望能夠勝過罪 希望能夠使我們脫離自死的身體 猴子不懂得這樣做 因為猴子沒有一個偉大的尊貴的靈魂 我們已經有一個偉大的尊貴的靈魂 有些人還比他這麼幸運 他侍奉神 偉大尊貴的靈魂去學習 去侍奉偉大尊貴的神 但竟然落得這樣下場 你想想這些人究竟他們知不知信仰是什麼 其實他們根本都沒有考慮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太忙 沒有時間去親人神 其實這些不是別人教我 而是我親人神得多的時候 自然我接觸到這些所謂的牧師或者領袖 我就是感覺到這個 我感覺到神對他們那種 憂悶憂傷 有部分甚至是痛恨的那種感覺 所以當我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就很明白 其實我們真的自己沒有做好 就不要爭著去做領袖 而事實上我們的見證差 也不要到處去提醒別人 我們是領袖 因為我們的神會作偶 聽見 你自己在很多階段 別人去推崇你做領袖 是一件事 或者很多程度 別人錯失了推崇你成為領袖 但是他們都會佩服你 那神就更加欣賞你 但是你不是領袖 你內心當中是虛假的 信主也是虛情假義的 是騙著人的 然後還要爭著在言直當中的高位 常常要別人尊重你 這種虛假 或者有些人都沒有留意到 但是神每次見到你的時候 會怎樣呢 我就知道了 我就是在說那種感覺 我多時接觸很少人 為什麼我知道會準 因為大家經歷過欣賜運作 好像我現在這樣說 你會明白 當你在街邊三不認識一個人 你幫他欣賜運作 是比較容易的原因 因為你完全不認識他 你沒有聯想 甚至你見到這個人之前 突然間的感覺會出現 OK 舉個例子 很簡單 非常簡單的例子 例如我預備在主日聚會 我知道這個主日聚會 我自己會在聚會當中 會幫人欣賜運作 所以我在聚會之前 我就欣賜運作 究竟我聚會之後 欣賜運作的人 會有什麼特質 有些時間 我當然不敢肯定 那樣是否 但是在某個情況下 某種現象下 我知道自己現在收的訊息 一定是不給那個人 例如舉個實際的例子 是怎樣 是常有的 其中 例如我 今次為聚會結束之後 那個人 甚至不知是什麼新人 突然間 我是很不喜歡吃辣 我是很討厭吃辣 OK 但是突然間 突然間 我突然間很想吃辣 直成很跨念 極之辣 麻辣那種食物 就好像等於你肚餓的時候 你想去吃什麼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你不可能營造得到 尤其是那樣東西 你厭惡 你不可能營造得到 就算你現在 突然有告 你營造你自己想吃燒鵝 譬如當你很想吃燒鵝 或者營造你想吃榴槤 你很難的 除非你經過白街 或者哪裡 你聞到榴槤味 你喜歡吃榴槤 你會想起 因為你有東西 要幫你聯想 並且要引發 你才會有這麼強烈的感覺 所以那些人經過白街 原來有這麼漂亮的榴槤 很香 因為你需要有很多這些東西 才會令你的腦刺激到 這個信息 你不會無緣無故白事 會有這種感覺 當然不會 尤其是你不喜歡吃榴槤 你聞到榴槤 想嘔吐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突然想吃榴槤 我就是這樣 我是很不喜歡吃辣的 我是非常討厭吃辣的 我吃了什麼都一定要沒有辣的 所以我們上大陸 其中一件事就是 周圍找店鋪 第一次坐下 所有東西都不能吃辣 才敢叫食物 因為我是不喜歡吃辣的 但有一次 當我肚過的時候 我突然想吃辣 我突然極之想吃辣 就是這樣 我就知道 一會兒 在聚會的時候 我肚過的人 是非常想吃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每次都一定準確 這種方法 我簡直是沒有錯過 用這個方法 當然有其他不肯定不準確 我更加不說 但有些實準確 我一定會說 我就是在說 這一種 是你要很多輔助的東西 才可以幫你去記憶 或者聯想得到的 甚至那件事是你厭惡 你更加不會 你不會喜歡 你會突然生起這種 喜歡這件事 例如這個例子 我是極之不喜歡吃娛樂的 但問題是 我預備一會兒 可能假日報道會 有人過來我為祈禱的時候 我突然很想吃娛樂 我便知道 一會兒那個人很喜歡吃娛樂 我只是用這個方法 但是一百分之百準的 當然我還有很多手續 是預先讓我清心 聽歌 禁食 使得我完全沒有責任 完全投入 在敬拜詐美裏才能收 但我正在說 當這樣收到 你便知道 你不可能 就算你喜歡吃那樣東西 你也要培養那種情緒 因為沒有理由 不要說你不喜歡吃那樣東西 就算你喜歡吃那樣東西 你也需要有東西勾起你 很多時候 如果你不喜歡吃那樣東西 你不會突然間有那樣東西 很想吃東西 那種感覺 所以有時候 我去一些人家 踏入門口 就已經感覺到這個家人是怎樣的 就好像Ken Hay也說 如果他踏入門口 就已經很情慾 但他知道自己 有生之年 根本他的性格 是很低級 是不情慾的人 意思是在說 性方面 那種情慾很重要 就知道這個家人是你的問題 也是很準的 我講的是 這種感覺 尤其是你對第一次見面的人 你更加沒有聯想 你更加沒有其他事情 那你就通常都準 所以我們家庭報道 通常是第一次見面的人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我將一些技巧 教你們用家庭報道當中 用出來 但是我正在說這件事 所以沒有可能 你就算要培養者 我講的那種 作偶的程序 你也要時間 我接觸這些人 有時候一握手 就已經想作偶 就是我講的那種 那麼強烈 那麼混雜的感受 而那種感受很熟悉的 我知道是來自神的 因為來自我上上 段鐘頭計的討告 我是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是知道祂的聲音 我知道祂的心意 所以你明白嗎 我用這件事 去度過我信仰的生活 用這一個敏感 這一個敏銳的程度 去看這些聖經 我就明白這些聖經的意思 因為在現實生活當中 神時不時會將 祂對祂自己 看人的看法 去交給我 那這種看法 其實你不用想過 將來的 就如我開始已經說 我說你可能特地去收人 關於他的性格 他的背景 或者他的職業 我們有些個案 是容許我們去收到 那個人的職業的 這些就算你收到之後 關於他的將來 你都還是猜 但是我正在說這種感受 這種感受 是直成那種感受的強度 那種感受是強度 是超越時空 是那個人的現在過去 將來一起濃縮神交給我 所以我知道這個人 在神眼中是怎樣 而他將來會去哪裏 而事實上這種感受 是真的要藉著你 純純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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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真的要處理你的內心 不是禱告得多 周圍show off 我自己經常禱告 或者禱告多幾個小時 就像法理賽人一樣 周圍打羅打鼓 你現在明白了 在神眼中 怎麼看這些人 他們過頭就有機會 服侍世界上最偉大的神 而他們自己都周圍show off 自己服侍最偉大的神 但是走去爭取這些東西 就像一個貴婦 坐這麼漂亮的車 它可以有這麼貴的東西 走去垃圾缸 喝去地下的水 因為它口渴了 你這樣滿足你的肉體的需要 但是問題是 你和你自己現在的身份 對不對稱 和你自己所相信的身份 對不對稱 我就看到很多這些牧師 他們在做事 根本和他們自己 自己到處宣揚 自己是牧師的身份 是完全不對稱的 他們所欠的是 是最低賤 在罪當中最低賤的一些東西 是一些滿足他們自己肉體的東西 滿足他們自己醫羅的 私欲的東西 而還要為那些去說謊 為那些去出賣他們的良心 你明白嗎 神的感覺是什麼呢 當然 神當時給我的感覺 還要包含他們的將來會 事實上經過十幾二十年後 一個只不過這些人 或者宗教領袖 神所給我的感受 都是很準確的 即是他們去到他們 今時今日的光景 一個只不過 當然有些資料 將來會變成的結局 有些將來知道 他們自己的發展 會越來越走向哪一條路線 怎樣去誇眾取寵 怎樣去違背良心 但這些就是如我所說 你從收到他的這些其他 關於他的背景 或者他的職業 或者他的才能 或者他的信仰程度 這些關於他的將來 是最多猜的 但是如果這個 只能收到神對他的感受 其實神就已經將那些人的將來 交給你了 這個現象 我記得其中一次 是發生在一個女的教士 她已經離世了 稱為梁教士 就是我和阿全威都認識的 我們出去在香港 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時候幫他們帶聚會 就認識了梁教士 這個人是唯一一次 我是收到神 站在他身邊 看著他的時候的感受 而親口告訴他 因為他很謙卑 因為他很謙卑 雅各書第三章第一節 我的弟兄們 不要多人作師父 因為曉得 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真的是 連大家放在這裡 沉口 有所謙卑 見て 你 在那裡 都知道 照顏 我愿进入你电钟求问 眼望我扶你随听 连想踏稳 以你话语力奉承 释放力量进入我内心 只恨我将引路面灯 以你话语时光辉路人